我们上一次学习到 第98月 99月这一段 我们最后一段再念一遍 佛的心量周遍横杀世界 横河杀树无量无边的世界 都能容纳那么大的心量 所以心量大就是绝 心量小就是谜 佛经里面比喻的 我们的心量本来是大海 现在这个大海起了一个小水泡 我们误认这个水泡是我了 本来心量是像大海一样 就好像我们本来的 身是法身 一切法都是我的身 现在迷了 执着这个臭皮囊 是我了 就像误以为这个水泡 是我了 所以本来是有大海的大用 现在只变成一个小水泡了 当我们心量不能容什么人事物啊 佛这个比喻要想到了 我想没人甘愿做水泡了 真正明白了 谁都要做大海啊 谁要做水泡呢 怎么做呢 把这个水泡戳破了 那他就回归大海了 那戳破就是要把自私自利 把自我中心放下了 所以老和尚常说 学佛首先 扩宽心量 那这句话我相信 大家都听过了 这是老和尚教我们下手处了 师父领静门 修行靠个人了 我们要检查了 有没有不能包容的人呢 是了 这当下就要 依教奉行去突破了 所以修行首先要认识真心 认识自己的真心 六祖大师那二十个字 就是认识自己的真心了 六祖谈经说 不是本心学法无意 不认识本心 学法没有太大帮助 你认识清楚的 用功才是往恢复本心 恢复自信的方向在用功了 不认识本心 拙在向上修行 我每天很在乎这个次数 要认多少身佛 拜多少佛 拙向就障碍本心 所以金刚经说 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那就是我们的本心的状态了 那随时要关照心 不能起执着 一执着就有住了 其实一执着 身心就不放松了 就不自在了 所以我们 只要感觉自己不放松 不自在了 马上观照内心深处 有什么执着的念头 执着点 那这个修行靠个人 这个得自己关照了 所以心量小就是迷 所以一发觉自己不能包容人 哎呀我迷了 赶快调整了 深深唤醒自己 赶快念阿弥陀佛 扩宽心量了 阿弥陀佛的心量是 一切皆成佛啊 帮助一切人成佛 我怎么还有不能包容的人呢 还有不能包容的人 这个回向祭也是有口无心呢 静此一报身 同身即乐果 这个同身就念起来 有口跟心不相应了 修行最重要的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哪怕练一个回向祭 都是真实心做 不是搞表面的 言行中性表里相应 凡夫起心动念 都想到自己切身的利害得失 他就是凡夫 他为什么是凡夫 佛为什么会成佛 道理在此 起的利害得失啊 是轮回心 所以我们要认识真心 也要能够观察到旺心 一观察这是分别之左 这是六道 轮回 老阿尔最常讲的十六个字 那就是六道轮回了 自私自利 明文立阳 五欲六成 贪嗔痴慢 这得失就是有贪的 一起这个念头 哎呀我是要去极乐世界的 我起这些轮回心 就是照轮回夜 跟我的目标背道而耻了 不怕念起啊 只怕绝齿 赶快有一个 厉害得失的念头起来 不能让他相续了 只怕绝齿了 赶快 阿弥陀佛 不能搞轮回了 所以 无量寿经啊 这个是大臣佛法 不是小臣 换句话说 什么样的条件 才能修学大臣 就是心量要大 心量不大 决定入不了大臣法门 刚刚读 读这一段 有没有人起一个念头 那我入不了了 强者先迁的 我们那个没信心呢 这个烦恼很重 一读个什么 这个烦恼就上来了 我们本来的心 就是心包太虚 一样作杀戒了 本觉本有啊 又不是去给别人要来的 这一点很重要 那个六祖谈经里面 追赶六祖大师的 那个惠明 法师啊 武艺高强啊 他以前是将军啊 出家前将军啊 武功很好 他最先追上了 六祖大师就把那个 袈装跟衣服跟拨啊 放在一个石头上 他要去拿拿不动啊 一下子净卫星起来了 这个东西可不是随便能拿了 马上 升起恭敬心来 我是来求法的 六祖大师首先跟他说 密在鲁边了 在你 在你自己身上啊 你本来就有的啦 所以信心要建立在真理上 佛开悟第一句话 就给我们建立信心的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所以不应该有 没自信的念头 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去放下 障碍我自信的 分别执着妄想 那佛第一句话 就这么教我们了 我们总不能 第一句话都不听吧 而且 他老人家四十九年所说的 就是从这一句流出来了 又流回这一句 这一句是总纲啊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不怀疑自己了 不怀疑自己了 有信心了 但以妄想执着不能振折 那也不傲慢了 为什么 我虽然有佛性啊 我现在还有妄想执着障碍 赶快去掉障碍 赶快去掉障碍 所以每天 阿弥陀佛 不让这个分别之所相续 就好像刚刚成德说的 老和尚这里说 心量不大 决定入不了大臣佛法 可能没自性的人 看到老和尚这一句 就好像那个花枯萎了 这没自性啊 对自己杀伤力特别大 老和尚说 怀疑山崩地线 那是大自然会山崩地线 那一个人怀疑自己 他会掉到无底洞 都不知道 啥时候是 是个头啊 或是把好像一直往下滑 怀疑是愚痴的核心啊 老和尚教导 要把这个核心的烦恼 从根把它砍掉 建立信心 这一点呢 我有一点小体会 我以前也很没信心 尤其呢 中文特别差 考试很多时候不及格 老师发考试 当场骂我 包含初中的老师 同一个家庭教出来的孩子 中文程度差这么多 你们可以体会到我当时候的感受吗 你们没什么反应啊 你们要表现出同理心 我们学佛是恢复真心啊 恢复真心要从哪里下手呢 从中树之道 这个树是 如心啊 如极星叫 设身处地 感同身受 大家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 面对一个 有缘的人 他讲着他人生的苦痛 然后呢 你听着听着呢 也陪他流下的眼泪 这就是感同身受 无量寿经说 愚诸众生 失落自己 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 这个也是我们本有的 只要我们呢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自我感受放淡 你就越来越能感受到别人的心了 我们本来就有同体大悲啊 怎么感觉不到 把这个障碍我们同体大悲的 这些分别执着念放下 就像我们教书 比方 这个孩子迟到了 哎 假如我们一看到他 你怎么又给我迟到了 以前落的印象 啪上来了 哦 然后 称恨呢 跟着起了 我们也没感觉到他当下的状态啊 我们被自己的烦恼 首先控制住了 哎 假如我们没有起这个恋 看到这个孩子 首先呢 关心他 同学啊 你吃饭了没有啊 这个马上在替他设想 可能这个孩子 本来等着挨骂了 突然听到老师问他 他有没有吃早餐呢 可能就触动他的善根了 哦 哦 哦 那个 刚刚跟大家提到了 哦 这个老师当场啊 哦 讲的言语啊 是很可能呢 伤到 小孩的心了 哦 哦 所以当时候 对我来讲啊 老师讲这些话呢 还是造成了 心理的 没自信了 所以学中文都 很紧张啊 很害怕 但是后来遇到老和尚了 这 殊胜的 真上缘 老和尚分析啊 汉字文英文 老子龙留给我们最好的 瑰宝 我接受了 佛不会骗我 老和尚不会骗我 所以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哎 我本来那些没自信啊 那是邪念啊 他污染不上我了 哎 大家相不相信 佛不骗我们 相不相信老和尚不骗我们 那我们在境界 肯提起 佛跟老和尚的教诲啊 那境界就障碍不了我们 邪念忘念起不来 我们就没有障碍了 性为道源功德母啊 所以修行人要改心啊 本来 那些没自信啊 现在要改过来了 随顺 圣贤佛菩萨的教诲 来用心啊 不随顺本来那些烦恼稀气的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时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深 你们以前的中文都比我好 我也是给大家一点小信心啊 下一段 心量不大的人呢 虽然天天在这里听大臣 神法 他所得到的还是小臣 一切法 从心想生 自己的心量小 那你听大臣这个真上缘呢 可能也会理解成小了 甚至于比小臣还要小 就是人天臣 甚至于比人天臣还小 小到恶鬼畜生地狱去了 你看小得多可怜啊 小到连一个人都不能容纳 我们学佛同修啊 不能不知道 是心去做佛啊 心那么小怎么做佛啊 老婆上讲 小的多可怜啊 小的也太 糟蹋自己了 小的也太不尊重自己的福性了 要自爱啊 不能糟蹋自己的福性啊 劝发不利心文 不利心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呢 必有因缘方得发起 这个因缘 这个因缘 讲了十十点 其中一点叫尊重己灵啊 尊重自己的福性 不能搞得小的那么可怜啊 有时候看清了那么小 对自己笑一笑 别把自己搞得这么可怜 不要作戒自己的 好好的佛不去做 不去恢复 要搞那么小 搞到最后三徒一舵 五千节 那真是跟自己太过不去了 好 所以 不能小到一个人都不能容纳 我们学佛的同修啊 不能不知道啊 否则自己啊 辛辛苦苦学了一生 念了一辈子佛 到最后不能往生 那就太冤枉了 所以我们学这一品经很重要了 第六品 这第十九院 文明发星 后面二十四品 三倍往生 都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这菩提心要发 我们 我们能往生 而且菩提心发了 这一句佛号啊 才能深深唤醒自己 这一句佛号才相应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相应很重要啊 不是谁念的多啊 当然相应了 多多益善了 越多越好啊 不相应了 念多了 口念弥陀 心善乱 喊破喉咙 也枉然 不相应了 我们也见过 每天拿着佛珠 按摩摩摩摩摩摩 一直念 突然看到什么 开始骂人了 大家觉得 他前一秒钟 还在按佛珠 后一秒钟就骂人了 请问他 前面念的那些佛 相不相应 我看不够相应 有时候念念念了 有口无心了 所以念经念佛啊 都要心是静下来的 要相应 夏天居老师就是提醒的 念佛人啊 不能 不能轻忧养世 养自己的情事 就是他虽然在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 他已经在打妄想了 妄想一直打 打妄想 就把阿赖耶士里面的种子 一起掉出来了 那个业力会掉出来了 你越打越 都是这些轮回的妄想 阿赖耶士这些种子 就越来越多了 念佛要字句分明 舍耳地听 才能受用 读经也是一样 一字一句读清楚 不能因为太熟了 读着读着 其实都在打妄想了 结果还在读 也挺厉害的 没读错 但是脑子确实 已经在想其他的事了 都要能关照到 赶紧拉回来 字句 念清楚 听清楚 都设六根 这个六根 不能向外 不能取向分别 你 一起念头 他就有影像出来了 他就一直在落影像 要落什么影像 落万德后面 异佛念佛 要落影像 就是读着佛经 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阵庄严 随文入关 我们就熏极乐世界了 阿赖耶士的种子 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一阵庄严 强者先迁 你都是义佛念佛 你临终 他一定冒出来了 你就有把握 都设六根 要把旺心 收射回来 这个都要自己去观照我 你读经 读着读着 跑出去的 不能没有看到 所以老人家这些都是苦口薄心 提醒 好不容易得人身 闻佛法 闻这个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 也在念念了一辈子佛 到最后不能往生 还要怪佛菩萨不灵 怪经典胡照谣言 那就罪上加罪了 会棒佛棒法 罪过就更重 这一点 玄庄大师 为佛门贡献巨大 他临终的时候 生病了 他没有怀疑 因果 他想 是不是我犯错了 假如我们遇到一些静缘 觉得自己很对 佛法怎么不灵 就有可能造这个罪业了 不是真语者 不会错的 而且佛法传到中国两千多年 那么多人成就 哪会有错 我们听老师讲了 念佛团团长 常常带人注念 后来他生病了 生了重病 人家要去替他注念了 统统被他轰出来 因为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他是有求的心 求健康 结果呢 我注念那么多年 怎么我还生病 他求不到 他生烦恼 他不相信 所以这个玄庄大师的故事 假如这个念佛团团长 先听了 先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过去生造的业 我们不了解 补贤行愿凭 说到了 我们五死结轮回造的业 假如有体积 我们做个比喻 比方说今天干一件坏事 就像一根头发 各位同学 头发有没有体积 你把一百万只头发放在一起 你看 一捆吧 有啊 有体积了 我们 五死结造的业 若有体积的话 虚空法界都装不下 这句话听懂了 有什么好傲慢 装那么多业 这么好傲慢 更重要的是 这个傲慢性一起来又造业 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 随缘消就业啊 不能再造新秧了 所以过去造那么多业啊 啥时候会起先行啊 假使所作业不亡 因缘汇聚时 果报还之寿啊 所以 修行人 他真有用功啊 所作的业报啊 都是重罪轻报 有这个认知啊 哪怕生了重病啊 逆来顺受 身心因果很重要啊 那我们 他提醒自己啊 身心因果啊 那对于 我们介绍学佛的这些亲戚朋友啊 这个玄庄大师的故事啊 要早一点告诉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怕 他理不明啊 他本来就是来求 户柜的 健康的 他 来了 钱越来越多了 他很高兴啊 可是你没有看出来 他理不明啊 他是来求的 突然他生病了 他就不信了 没用啊 我有念佛了 还生病啊 所以听经文法 还是挺重要的 现在你要找 像海贤 老婆让 锅肉酱 这样 善根的人不多了 一般都带有求的心啊 你不先把一些理告诉他 他求不到 他就不认可了 海贤 老师到什么地步啊 老师教他念 他就念 他也没问 为什么要念呢 念了有什么好处啊 要念多久啊 他连问都没问 这个真的是 这个真的是过老师的 老师听话 真干 我们看到这个 棒佛棒法 我们要引以为戒啊 我不可能的 有时候你 这种态势就是很绝对的啊 我看都是激动型的 激动型的情感很重 他越拍胸脯的 我越 景深观察 我记得 我刚出来 弘扬传统话 有一个女同事 静此身心奉承上 实则名为报佛恩 他在我面前讲的慷慨激昂啊 我这一生不结婚了 后来他是第一个结婚的 是吧 太激动了 太激动了 到时候他情感一作用了 当然这个时候呢 我不会去跟他说 你当时候在我面前说的 我不会去干这种事的 这样太不给人家面子 然后呢 告诉自己啊 不要太激动 这个孟子也说啊 其敬略者 其退束 人一激动啊 那个心是浮动的 心还是要保持清静 安定 不能是都是用意气在办事情 哦 万新为要啊 关照自己的念头 啊 比方说跟人家说 哎我可以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其实我们起那个 你一定要相信我啊 那个就是我们呢 很多烦恼 是来自于别人的眼光 很在意别人的眼光 很希望别人认同自己 那有这个心念呢 你总有求不到的时候了 痛苦就来了 这痛苦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是我们内心有求 人若无求 品质高 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处 你没有求了 诸苦皆从贪欲起 不知贪欲起于何 因旺自信弥陀佛 我自信本来清静啊 怎么起了这个贪求的念头 强求的念头 一起了 你又没关照到 意念分尺总是某 这个贪求心就一直相去 所以我记得 当时候第一年教书 有薪水了 买得起机票了 到新加坡居士领 想去见师父 给他老人家谢恩 他老人家把我捞上来了 不然都在烦恼到周了 结果啊 我一下飞机 人家派车来接我 我一上车啊 看到呢 这个司机旁边 放了一张书签 弘一大师的莫保 写了 岂能静如人意 但求无愧我心 我们怎么可能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呢 我们有静心了就好了 我不自欺的面对我的念头 我都尽量的用真诚清静平等正确慈悲了 那别人还有误会 别人还不认可 那这个不要强求 当然别人给意见 有道理了还是要听的啊 好 那这些 我们引以为戒 这个不能办佛办法 对经典 对佛菩萨教诲 对老和尚 教会不怀疑啊 问题都在自己这边 赶快调整自己 应该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可能呢 这个境界就突破了 这个善果啊 就能现前了 像昨天我们一个同仁 他就提到 某个人打电话给他 他光看到啊 电话号码 他就开始害怕了 后来呢 他就反观自己 我为什么那么害怕 我们常说 力士练心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 很害怕 是不是力士 练什么心呢 练 面对境界清楚 不是迷迷糊糊的 我今天面对他 我害怕 我为什么害怕 我得把他搞清楚 这叫绝 不是糊里糊涂的 所以了凡事群说 从心缘引微处 默默昔迪 看自己的心呢 看着深入 不能夹杂 你说我都是为他好啊 你有没有夹杂个人的目的 这个只有自己关照了 我都是奉献的 你有没有夹杂明文利亚 所以于敬义功 他自欺啊 他都不承认了 他觉得自己做得挺好啊 其实他的念头 都偏得很厉害了 他自己没承认了 所以学到要打破 就自欺一关了 人的念头啊 这个还是非常细微的 那这一个同修啊 他就静下心来 我会产生恐惧 因为啊 我有想到之前发生的事 我弱了印象了 所以一看到他的电话号码呢 以前那个弱的印象就冒出来了 他找到原因了 我对他形成成见了 找到原因了 我现在是受词无量受精啊 贤供尊修普贤大事之德啊 普贤行是什么 见信 见人家的本性 不着相 你对他有成见 不就着了他的 过去的这些影像吗 那过去都过去了 当体皆空了不可得 结果我们常常把它调出来 折磨自己 然后又影响跟人的关系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啊 要治癌一点啊 老婆上说 不要拿着这个纯性纯善的心 装一大堆垃圾 要把它清除干净 要把它清除干净 用一句佛号把它清除干净啊 那一天看到刘树云老师四句话 很有味道啊 我今天要把这四句记住啊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你只要想到一个人啊 你要不就是喜欢 要不就是讨厌 你讨厌这个人哦 他也会常常在你脑海里转啊 我心里不装事 装事是非多啊 处理完就处理完了 还在那绕啊绕啊 都是放不下 忍我是非 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那个老儿上好像有说过啊 哇要送到好名贵好名贵的东西 你送到博物馆去吧 供人家欣赏啊 不然送这边还要收藏 还要哇那很麻烦 修行人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清尽心 没有什么东西 比他宝贵了 我们要试货啊 什么才是最宝贵的啊 要看清楚了 那个带不走的都不是最宝贵的 不只不是最宝贵的 还会是障碍啊 所以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我心里只装阿密卓佛 你看这四句啊 你真的去落实啊 保证烦恼轻 智慧长 老张也常举这个修兰博士 人家用四句记啊 把心里的垃圾清掉 我们用万德和名 能灭重罪啊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福会增长 称明时及遇光时 一称明佛光就到了 众生有缘 遇失光者 构灭善身 身亦柔软 所有疾苦莫不羞耻 一切忧恼莫不屑脱啊 如是妙法性听闻啊 这个佛门最妙的法 给我们遇到了 中的第一特奖啊 阴长念佛而生习啊 我这一生没有遗憾啊 有这句佛号 我已经满足了 那你就没有哭了 你满足了 你就你就没有去求什么 你没有求就没有苦了 我已经转翻了 此生无求 老实念佛 在这世界一天 我们就欢欢喜喜过一天 跟众生结法缘 结善缘 那这个同修 他反观到自己的心念 才会造成他的紧张 把这些念头放下来 每个人都有佛性 老阿尚教我们 我念阿弥陀佛 跟大家不一样 我心目当中 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 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 跟对阿弥陀佛 决定没有两样 老阿尚把他修行 翘诀 翘门 和盘拖出来 诸位同修 刚刚这一段老阿尚的法语 我们受不受辞 那假如受辞 阿弥陀佛 每个人是阿弥陀佛 你就不会对他有成见 甚至于他做得不好 你不忍心 哎呀他是佛 好可惜 看看怎么帮忙 你不会跟他对立的 后来这个同修一调整 非常奇妙 对方对他越来越好 所以依报随着 正报转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心存着害怕呢 你跟他的关系就是紧张了 你真诚对他了 他也转了 至他不饿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依止自信 绝正静 绝就是不能糊里糊涂 你所经历过的事 你都要知道自己的心念偏在哪 我好像 这一段时间跟大家探讨这一点 比较多 大家有印象没有 有同修跟我说了 我遇到一般的人呢 不容易发脾气啊 怎么遇到我们家的人 我就很容易发 哎这种境界 我看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啊 还没搞清楚啊 那这几年不都是稀里糊涂的过了 那这么过哪叫力士练兴啊 他叫力士糊涂 不是力士练兴 都搞不清楚问题在哪 哎人这个境界也不清楚 那个境界也不清楚 那就越学越糊涂了 表面上挂着佛地址的名 行事实上还是打迷糊涂了 观心为药 佛异大师这 净色明这四句 那真是修学的纲领 所有的教会没有离开这四句了 有观照自己心的人 就会在境界当中 看自己的心偏在哪 而且发现之后 提醒自己后不再照 那就会一直进步了 记取教训了 而人要能观心为药啊 能观照是因为他的心不浮躁 假如我们平常忘念很多 心很浮躁 那真的很难 在境界当中 是清楚 有时候事情都搞 搞砸了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发生成这样呢 他心是乱的 静水照大千 你看那个湖面很 很静 没有波浪 旁边的东西 每一棵树造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们还没有面对境界的时候啊 这些人事境缘还没到的时候啊 我们要调好自己的心 是很从容 很平静的 那就不能离开念佛了 一离开念佛啊 忘念就来了 忘念一来 你的心要平静就不容易了 所以佛号要提得起来啊 佛号要提得起来啊 若要佛不离口啊 先须诸不离手啊 要养成念佛的习惯了 诸位同修 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佛诸啊 你不要听我讲的时候 还在念哦 除非呢 你听的时候呢 念 你念的时候听啊 也不受影响 那可以念的 好 我 我不会强迫别人啊 不能强势啊 不能要求别人 我提醒这一点是什么呢 一个修行人啊 要能感知到自己的状态 你不能哎 别人这么做了 我也要这么做 他能做不代表我能做啊 我得自己感知啊 人有时候就喜欢攀比 人家边听边念我也要 你那个我也要就是烦恼啊 像这个 因为念佛啊 很重要要设心呢 你说追顶念佛 你念得心慌意乱了 你还追啊 那就达不到你设心的目的了 他追的那么快啊 是让妄念不要进来 所以不能直视废了理啦 你追追追到最后 心脏病都快发了 那不行啊 你追的时候还字句分明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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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才行啊 那你是不是设心呢 那只有自己知道啦 那个不是能跟人家比的啦 有同修说到 平常听经很欢喜啊 一旦遇到境界 人事物的时候 佛法就用不到实际生活中 经教提不起来 接触人的时候 尤其是家庆眷属 如果发生一些事情呢 自己内心无法做主 就被境界转了 要把佛法用到实际生活啊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首先呢 要调伏着急 急于求成 我怎么没用上啊 就开始气馁了 有没有发现那个气馁是烦恼 观星围绕啊 每个当下的念头要更清楚啊 哎呀我好差啊 你看那个没信心了 又随着这个境远在那冒了 你怎么不提起经教呢 怎么不提起下老的教诲呢 下老说的要不记成败 这句话大家听懂没有啊 代表什么 你突破一个习气啊 那不知道要多少回合啊 正常的 平常兴趣面对 还要不顾生死的 就是你起那个正念要 死都不怕 就怕我这个正念起不来 这都是过来人 的法语啊 所以大家 不要给自己打闷棍啊 现在遇到这些境界都正常 但是我们得把这些法语 这些祖师 从大慈悲心流出来的法语啊 我们要受持他 去用功 他的加持就到了 你就会更有力量 去力士练兴 接触人的时候 尤其家清建属 自己就做不了主了 重点是 家清建属的境缘啊 每一次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我们每一次起的心念 一不一样啊 不一样啊 这些心念啊 我们经历过之后 都要关照到 都要提醒自己啊 要放下这些念头 不能是弱一个印象啊 哎呀 这个家清建属 我就是容易起烦恼啊 你越弱这个印象 你就越过不了这个关 哎呀 念佛好难啊 你看又再弱印象 你越想它难 它就越难 都是念头在主宰的 静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啊 这个念头啊 我跟大家交流过几遍啊 大概下老啊 指导我们 用第一念 就是用真心 不用第二念 第二念就是分别自作 哎 念佛的时候 怎么用第一念 处理事情的时候 怎么用第一念 教得很具体啊 我们得受持啊 你就有大受用 处理事 豁然而大功 大功无私 不要有私心作祟 勿来而顺应 顺其自来 安住当下 事已过 勿留置 事情已经过了 不要一直印在心上 纠结啊 留恋啊 这个都是烦恼 未来勿将影 你过去有留置 就是过去烦恼 未来有将影 就是未来烦恼 这些念头 要放下 深信因果啊 就不会有这些烦恼 深信因果的人 不会纠结过去 甚至你会欢喜 为什么 再还完了 就是不甘心啊 那些东西才一直冒出来了 深信因果啊 是一铁良药啊 我们得把它喝下去啊 要到并存 为什么会担忧未来 你还是不信因果啊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有什么好担心未来呢 所以坦坦荡荡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坦坦荡荡 见空横柄去处理事情 心啊要空挤 不要放肆 我心里不放人 不放肆 不放物啊 我心里就放阿弥陀佛 你心里都放阿弥陀佛了 真的有事你去硬啊 真心去硬的 从容去硬的 真诚去硬的 若计较人我 所以这句法语 我们受此了 就在经历的事当中啊 不断放下 不断放下人我 是非 瞻顾得失 把厉害得失放下 放淡 迁于意气 迁于感情 基于意气 我有关照到了 我这个意气啊 感情啊 慢慢放啊 像我是激动型的人 很适合打前锋 以篮球来讲适合打前锋 但是修行人要改个性了 我现在不冲那么快了 stop 要懂得 冷静冷静 不能一高兴了 支票开一堆啊 不行了 你看这一句法语啊 就不断 你在事当中就在放 放淡这些 烦恼习气的 所以关照自己的心念呢 真正 立事恋心的人 他关照心念会越来越敏锐的 这同学还提到说 境界来的时候 大脑一片空白 那代表你可能 很容易紧张 人一紧张 就会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 紧张是个果项 所以人 在立事恋心当中 都要常常关照 因出在哪里 紧张是果 一定有心念偏了 才呈现出这个紧张的像 像我以前考试啊 很紧张啊 那不是很明白了 因战了 得失太重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我们的念头偏在哪 毛病袭袭在哪 这可不能交给别人帮你找了 修行靠个人 修行一定要有耐性 不能着急 着急就不能安定 安住当下 修行是一定有过程的 要耐心信任自己 帮助自己 帮助自己 支持自己 他必然要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我们在境界当中 得失啊 忍我的念 正常 很熟 慢慢 佛号多了 他就陌生了 慢慢提起真心的正念多了 他就陌生了 所以常常一观照 跟真诚不相应 有应付了 跟清静不相应 有染拙了 跟平等不相应 有傲慢了 跟正觉不相应 有迷惑了 有不理智了 跟慈悲不相应 有自私自利了 这些念头 关照到了 都能放下 慢慢他就陌生了 我们刚刚讲的 扩宽心量 不能自私的 好 好 老和尚 接下来说了 实在是你啊 虽然读经 并没有解其意 明理 身性 因果 很重要 金的意识 明明白白 摆在眼前 你看不出来 误会了 所以 入大城 先要学 大心量 在佛法 表法里 此意也明显地 展现在我们面前 对不起 好像 这个上一节课有讲了 所以这个 还是要学多一遍 多 变数多一点 你看我都 还以为没上 所以扩宽心量 你看我们佛门 教学多善巧啊 中国佛教 都是大臣法 寺院道场 一进三门 第一眼看到 天王殿 弥勒菩萨 坐在中央 其实我们 念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在想一想 我第一堂课 过关了没有 第一堂课 过不了 第二堂 要学好也不容易 是吧 因为第二堂课 要以第一堂课为基础 一年级读不毕业 二年级升不上去的 有道理 你不扩宽心量 那你法受死不了 所以弥勒菩萨坐在中间 面对着大门 意思就是说 要像他那样的 要像他那样的样子 才有资格 入佛门 入大臣之门 弥勒菩萨满免笑容 肚皮很大 肚皮大 代表 能包容 要大度量 满面笑容 接待一切众生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 入大臣之门 所以弥勒菩萨 代表 身平等心 平等恭敬 礼敬诸佛 成喜悦相 旁边四大天王 是护法神 提示我们要 护自己 也是表法 头法真的很管用 这个天王殿 教导我们的 每天 都能用上 不用上 就处理不好事 佛法就是生活 生活上不用 用它可能就 用烦恼习气 持国天王 负责敬旨 每一个人都要敬自己的 本分职责 前途一片光明 家庭一定兴旺 国家必然 富强 人人 站在本分 把工作做好 家庭 社会 就安定了 所以 对自己的本分 不能逃避 勇于承担 你说好难啊 好难你不做 良心不安 我的本分 我做了 再难 我的心是安的 咬紧牙关 再难 再难不就几十年就过去了吗 我几十年咬紧牙关 换个无量光兽 这太值得了吧 而且说实在的 你真的很依教奉行 咬紧牙关 修 忍辱 这些境界慢慢的 你就突破了 不用咬一辈子的 你看老儿像 关关难过 关关过 说到这里 学佛 首先学赐亏 不要计较 我对他很好了 他又没有对我好 别去计较这些 也不要去计较 谁对谁错 别人对不对 不是最重要 自己先做对 你看我们这些念头 就是太计较了 而且有什么 厉害在里面 人家对我好 我才对人家好 那不都是厉害心吗 要道义心 南方增长天忙 代表精进 日心又行 不断求进步 不进则退 不能 知少为主 不能跟张三李世比 要跟圣贤佛菩萨看齐 由此可知 大臣佛法永远走在 时代尖端 永远领导时代 启示落后 西方广目天网 北方多闻天网 代表方法 用什么方法达到负责镜子 日心又行 西方天网教你多看 北方天网 教你多听 这是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成就真实的学问 那我们念到这里 请问大家 你接触到那么多同事 人家怎么把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有没有观察过 我们有没有多看 有没有请教他多听 那老上这段话 我们才是真正拿来行 借行相应 善财同子 三人行必有我师 谁都会讲 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去落实 你没有这么关照 没有察觉 理跟事 解跟行 还是不够融合在一起 比方我们问问自己 我昨天有没有看到谁的优点 这个要自己检查 真的你都看到同事 人家做人做事的可贵在哪 那铁定我们就 事就会做得更尽善尽美 你每天从别人身上 得到启示 你就进步了 越来越精进了 包含 我们有没有观察 哪个同修修学得利 为什么人家得利 我们有没有效法 多看多听 进一步 要效法学习 所以一切佛菩萨名号 塑像 都是代表教学 完全用来表法 所以大家 家庭当中的敬教 家里人一看 哇 老婆上 法语 真诚清静 平淡 正觉 慈悲 这些马上都让他起观照 都在给他讯息 当然大家掌握度 你不要贴到家里人都 很反感 不要想做什么事 就入无人之境 感受力都没有了 一直沉病了 好 所以佛门 艺术的教学 我们观察到了 我们要懂得 用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用在我们的团体 单位当中 学了就要用 越用 越有心得 越用 越灵活 越用 越提升 就能为人 演说了 所以佛法 就是生活工作 处世带人接物 好 今天就跟大家 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